男子陽光的拿草餵牛 親和力十足感覺超暖心 這名男子居然被爆料 他冒充自己是設計師 到處騙財騙色 打著赤伯在游泳池旁邊 身高183看起來高大帥氣 但這名24歲的翁姓男子 被控訴透過交友軟體 自稱台科大機械設計師畢業 在科技公司擔任設計師 對女性網友憲殷勤 八個女生先後人才兩師 因為我身體沒有很好 那時候他就是特別去用什麼中藥 然後給我喝 就是我下班他也會來等我 男子不時展現溫柔體貼 錄影的時候也很俏皮風趣 但同時劈腿交往多女 他在APP交友軟體上 還不時傳訊息跟對方說 你是我遇過最好的 女網友跟他交往之後 就開始借錢 男子只是倉庫公讀生 因為礦職多日 早就被公司開除了 如果以公司名義 同事名義或個人 在外面借款或詐騙 請立刻向警政單位報案處理 男子住家附近的鄰居 知道他在外招搖撞騙 也不敢置信 忘記男子以相同的手法 又騙了八名女子 所借的款項加起來大約30萬 現在八名女子驚訣有詐 決定聯合提告討公道 一切的事實 恐怕要這位神隱的 倉庫公讀生現身 才能釐清真相 記者林正堅王一仲 台北報導